大家好,我是小花,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關於最新上線的真英雄慶帝 到底值不值得抽呢? 好的,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的更新 其實我們除了天命上線活動又來到了這個孟子彼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一下孟子彼端最新推出呢? 就是我們的真英雄慶帝 在夥伴當中它是屬於我們的最後一支紅色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最後一支紅色的部分 因為還沒有戳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慶帝的主要技能是什麼 其實慶帝在沒有戳的時候大家就糾結 比如說我都很推薦抽閒晚清 它真的很好用 我們在日常打軍沙、雲風的時候 它的補血跟護盾,包括打裙架的時候 其實有一定的效果 雖然是血量補的沒有很多 但是可以給你很多延續續航的部分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關於真英雄慶帝的部分 說實話 我之前這個慶帝還差碎片 還沒有反場 沒有辦法出來 就是我沒有慶帝 所以我可以通過 新的孟子彼端獲得慶帝鼓掌 不然我到現在都沒有慶帝 那我們來看一下慶帝的技能 首先來看一下慶帝的主動技能 墨手遮天 對前方範圍內敵人造成傷害並擊倒目標 擊倒這個是屬於狀態的部分 擊倒是控制的部分 像打擊倒的話 至少一秒到兩秒到不會動 那就有很大的 這個轉變的戰況是非常明顯的 然後第二個是比尼雲牛 對前方大範圍 一般前方大範圍就是長舉行 因為他沒有講直徑沒有講半徑 持續造成多段傷害 第三個叫墨龍破壁 短暫距離後向前射出一件 對目標造成大量的傷害 他都是向前指向性很明確的部分 這個其實我認為指向性很明確的部分 在武林當中因為是瞬息萬變的 大家會走位 所以在打群戰的當中 我覺得進階效果會比較強 因為大家都一團在一起打架 向前射擊就一定會的命中目標 好大衛真龍的部分 將目標拉至至深前方 隨後用深厚內力控制墨龍 持續攻擊前方的力量 把你拉過來 哎呦這不講武德欸 被動性難屠龍 主動攻擊目標 有10%的概率降低目標 10%防禦格檔10% 持續10秒 調戲時間30秒 另外一個是同舟 至深免傷提供15% 出戰時替玩家分當50%的傷害 其實我們在之前有蠻多的這個夥伴 都是有這個部分 比如說陳萍萍她是有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圖組的部分 我們之前跟大家聊過那個 比如說國室是女人啊 賢晚期的圖組啊 我們的慶滴也是祖卡 對她是祖卡 她的附帶是小葉子 小書家范賢跟王石山狼 欸我這些小葉子沒有抽到滿心 我也有點後悔 只有香氣有點後悔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更新夥伴有珍慶這個部分啊 那當然我只要抽出來生一顆星 我清理就已經是這個 這是一級圖組 二級圖組一般是 會有她的話 是一級 喔應該是二級吧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一級的技能啊 一級的是對目標附加水屬性 欸水屬性喔 這個夥伴真的超級多 都可以開店了 多的跟什麼似的 好目標被降機時攻擊者有30% 機率降低日升所有技能冷卻2秒 當下效果是 為一道目標升前發起攻擊 必降成2秒定身 2秒定身其實很久 移動速度降低30% 持續4秒 定身又降低移動速度 隨後使出魂厚能力擊倒敵人 還擊倒 降低敵人命中30% 持續15秒 最後下目標打出多道掌印 降成大量傷害 欸這個是出來嚇人的吧 好下一級的效果是 為一道目標升遍前面都是一樣 然後後面是 最後蓄力向前方射出 蘊涵龍氣的劍造成大量傷害 一級是造出多道掌印造成大量傷害 蘊涵龍氣 因為清靈是王嘛 我們再試到當中來看一下 像他這樣在PVP的當中 效果相當好欸 要去打群戰的時候 因為 向前面的距離的範圍喔 我們來看一下清靈的部分 他的第一個技能 我們剛剛看的第二個技能 第三技能解釋是什麼 第三技能就 喔好有點長 但是我看過 最長的駐戰技能解釋啊 為一道目標升前發起攻擊 並造成兩秒定身 隨後將目標拉扯到出身前方 隨後用 身後 隨後隨後 這個語句不通啊 隨後內力控制敵人造成兩秒暈眩 一個是定身 這是暈眩 定身和暈眩其實我效果絕對我差不多 都是被控制 期間莫龍每次造成傷害 都會對敵人造成移動速度降低50% 欸50變得好多喔 持續五秒 再附加一層命中減少10% 治療效果降低10% 欸一層喔 治療效果下降從50%開始 50% 每增加10最多是五層對不對 好百分之百不可以治療 持續15秒可 15秒不可以治療 你基本上就先胖死亡了欸 最多可降低目標90%的治療效果 50%的命中 降低治療效果 對紅色內功領保技能 夥伴技能都生效的啊 對紅色內功領保技能 這也太OP了 這是為了給天命雙星來使用的嗎 親力的禦龍期間 當敵人受到傷害時釋放技能 會給目標自己造成兩秒 兩秒風招 兩秒暈眩 要堆疊百分之百公 就打群架的時候 欸是在武林時候只要一中 尤其像天命雙星時候真的很好用欸 就要升到滿空到死 哇塞 這也太OP了 不愧是慶滴啊 剛剛第二階段的時候也沒什麼 就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實戰的部分 呃我沒有之前說過真的 欸欸欸怪的 站在這個位置是 直徑6米 直徑6米 範圍12米嘛 這個距離 我們看一下第一段效果 呃 好 他的就算一集好像真的沒什麼效果 等一下就在二集 起來還要被打欸 就是二集好像也是 就是沒什麼欸 我覺得應該是三集比較厲害吧 你看還有有個擊倒 大家看看看看 那部分是位移 你看啊 位移到目標身邊 發起兩秒的定身 定身 隨後將目標拉扯到我自身前方 等一下啊 先定身再拉扯 看一下再來一次 位移 擊倒 欸他這個拉到自己的前身就是 拉到 隨後用身後耐力控制 的 敵人 造成兩秒暈順 這個 這個是非常的OP 欸 呵呵 這個三集就這樣 十九集 當每個都要五星 可能如果之前的一般高級別玩家 如果有拉滿的話 是可以的 以我們的來說應該不太容易 我們再看一次喔 你看他 沒有移到他的身邊 我就放他旁邊欸 而且後面然後再擊倒他 然後再打他 喔 又不能治療 這是面相啊 我們拉近一點 我放這裡好了 我剛剛拉太近了 喔這麼遠啊 好可怕啊 那現在 現在能拿到三集助戰呢 應該大部分都是高戰啊 一般像我們這種沒有辦法啊 這個很可怕欸 好我們來在夢之筆端抽一箱 你看喔 我的目標是抽一千次啊 一千到差不多接近 一千 大概接近五星 快五星的部分 大概四星多 因為拉到滿的話 可以升到月亮 大家應該知道喔 就是 因為他可以抽五天嘛 應該也不是那麼好抽 我們來抽兩百抽 看看就好了 欸真的都沒有 一百過去了 一片都沒有 喔 搶完就有了 是要用搶了才可以嗎 我的臉真的很黑啊 兩百抽三片 就加上這個送的八片 我的臉真的好黑啊 不是讓你抽幾片呢 你有跟我一樣 想把氣力衝出來嗎 我這個滿心 應該 我這個滿心 算一算不ok欸 你看我還出不來 好可憐喔 我的慶滴我出不來欸 好那以上的部分就是 關於這個夥伴慶滴跟大家溝通 他的陣位是水陣位 然後我們再延伸講一下 他的洗練的部分 他的洗練部分 因為慶滴加的是重擊 跟御擊大家注意看 他是加重擊重擊重擊 所以他沒有放在出陣為的必要 他的十字技能的話 效果並沒有其他技能來就好 所以不推薦放在出陣位 但如果你要放一次可以啊 那住陣位的話 只要放在水的陣位就好 像我因為我都是洗好的嘛 所以我不想再改變的位置 我就要等正浦開這個部分啊 正浦的春節先開水 水火 水火土 金木 水火土金木 金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就是特別可以放的 這個我是隨便放的 沒有什麼 金真的沒有什麼 除了這個往破招 破招對一般玩家來說 沒什麼用 所以主要主攻擊啊 那火的部分就是攻擊了 然後土 土會有獄擊 然後這邊有攻擊 有沒有看到嗎 這個攻擊 這個我也是隨便放的 因為就是土其實也沒什麼好放 所以就開三個 水火土 就開三個先激活一下陣位 但應該要了解陣位過敏這件事情 先開一下這個 三個就ok了 然後其他另外再開好了 好了今天影片就是這樣 希望對你有幫助 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按著吧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麼在下個影片再見啦